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一 星期三,加拿大央行又說意識 雖然大家都相信這次不會假釋 但是聽到意識都腳軟 據說,現在有79%的公樓人士 都擔心重新訂出公樓利息的時候 會要加大公款額 最近假中關係又好像麻煩多多 環球事務部今天證實 有來自中國的垃圾郵件 攻擊國會議員和內閣部長 現在生活逼人 但是不僅人被逼 貓、狗、寵物一樣要面對著現在高物價的生活壓力 近年來在物價季利息加的情況下 我們經常說生活逼人 但生活又何止逼人 連貓、狗這些寵物都會受到影響 住在多倫多市西區的巴特爾 養了四隻貓、三隻狗、兩隻屯鼠和一隻兔子 26歲的巴特爾唯一的收入來源 是安省殘雜人支持項目 由於生活成本上漲 為了養寵物 他根本買不起食物給自己 為了寵物 他寧願捱餓 巴特爾每個月花在寵物食物 和垃圾處理上的開支大約200元 但這些還不包括從多倫多防止約束會獲得的捐助 和好心人的支持 多倫多防止約束會表示 由於高通脹 有些寵物主人 開始考慮應不應該放棄養寵物 加拿大統計局8月的數據 過去一年 寵物食品的價格上漲100% 是當前通脹率的兩倍 多倫多外匯動物協會表示 照顧寵物的成本飆升 除了食物之外 還有寵物的醫療開支 多倫多外匯動物協會 公共獸醫服務部經理致出 高昂的費用負擔 可能會導致寵物父母 做出令人心碎的決定 為了應對這場危機 我們增加了公共獸醫服務 為社區提供預防性護理 例如注育、疫苗接種和微晶片植入 2023年1月至9月期間 多倫多外匯動物協會提供 7871次的獸醫預約 期間協會提供超過130萬元的 低於市場價格的服務 透過向需要獸醫服務的家庭 開放更多的預約 協會希望減輕寵物監護人的財務負擔 盡量令所有寵物都獲得預防性護理 令寵物主人不必在寵物的福祉 和財務限制之間做出選擇 賣出了重要的一步 並符合協會的整體使命 就是改善動物的生活 位於2150毫米尼古鴨超級市場 已經開啟24小時營業模式 每天早上6點開始供應中式早餐 還有大量優質貨品超特價 包你買到笑哈哈 風鴨超市24小時天天營業 恭候各位光臨 家中關係最近又起波瀾 繼加拿大軍機在掉餘台島上空 被中國軍機攔截之後 加拿大環球事務部 今天早上發表的一份聲明 裡面說 有來自中國的垃圾油檢攻擊國會 對象包括總理杜魯多 反對黨黨領博麗志 以及五十幾個國會議員 據據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發表的一份報告 在今年8月初到9月中旬期間 一個與中國政府有關的社交媒體宣傳攻勢 以最少五十個加拿大政策為對象 炮製了超過五千條惡意騷擾的留言 這份報告舉例說 聯邦保守黨的國會議員卡納 曾經在今年8月18日 在社交媒體X發文 慶祝安省西部一個音樂節開幕 這個鐵文惹來一連串的騷擾留言 留言的人說它是腐敗、搞非愛情 以及是瘋狂邪教的一份子 研究報告說 網上的騷擾留言 是一個與中國政府有關的社交媒體宣傳攻勢的組成部分之一 Facebook母公司Meta證實 這個行動是以加拿大的受眾為對象 名為藝莊的持久性影響力操作組成部分之一 另一間公司已經就這件事與加拿大政府保持聯繫 加拿大環球事務部今早發表的聲明中 他們的部門快速應對機制已經察覺到這件事 並且說這件事是與中國相關的偽裝攻勢 環球事務部說 這個攻勢是由今年8月初開始 在今年9月勞工日長週末是加劇 這是一個僵屍網絡 在加拿大國會議員的面書和X帳戶下 留下數千條用英文和法語讚寫的評論 所有國會議員已經對這個攻勢保持了警覺 環球事務部的快速應對機制 應就如何保護自己免受外國干預 以及如何舉報涉嫌是外國干預的活動 向議員提供建議 受到垃圾郵件攻擊的包括總理杜魯多 聯邦工業部長雙彭菲等內閣部長 聯邦保守黨的黨魁博麗智 和政客的家庭成員等等 這些留言只向這些政客忽視了他們的家人 在外面有私生子女 或質疑他們的弟弟的性取向等 想賣優質養生產品?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有8%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或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中東戰火衝擊世界政局 但事件亦在加拿大引起不同政見人士的衝突 安省新民主黨黨領斯蒂爾斯今天宣布 將省議員賈馬逐出議員團 因為他發表了不適當言論 譴責佔領巴勒斯坦 但沒有提及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平民 賈馬及後在網上為他的言論作出道歉 但沒有撤回原先聲明 安省省議會表決通過譴責假馬的動議 不容許假馬在省議會裏再發言 除非他撤回前有關哈馬斯及以色列衝突的聲明 並作出道歉 新民主黨黨魁斯蒂爾斯在省議會表決前 就將假馬逐出黨團 但新民主黨仍在表決裏投反對票 他形容省議會這樣的做法 是將民選代表禁聲的危險措施 而今早大約500人聚集在 央街及波羅街交界的以色列領事本外 參加由猶太組織領導抗議活動 呼籲以色列和哈馬斯停火 獨立猶太之聲組織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有關上五集會的消息 他們說他們的抗議行動是要求停火 停止向以色列軍隊提供資金 以及要結束對巴勒斯坦的佔領 他們呼籲總理杜魯多 向以色列領導人傳達同樣的信息 這些抗議者是多倫多猶太社區的成員 他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並且反對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接近7時左右 這些人開始在以色列領事本外的人行道上聚集 最終進入十字路口中間 所以早上8時 Yang和Bua因此被封閉 直至上週9時才解封 而上週六 幾百個示威者 在多倫多一間猶太人經營的食肆外 示威抗議、揮舞巴勒斯坦其次 同時高呼抵制這間餐廳 本地政界人士對這行動作出公開譴責 指這事件令人震驚 和應該受到譴責的反猶太主義行為 而聯邦外加部長喬美蘭今天在亞猶聯說 以色列的撤橋行動今天到達尾聲 最後一班吉國撤橋軍機 今天會在特拉維夫飛出 他再次提醒 住在黎巴嫩的加拿大人 現在應該離開了 至於怎樣幫助加沙的僑民離開 他就說現在是繼續商討之中 我是雅街靜水米高超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那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雅街靜水 一項最新的民調指出 為每個月按揭貸款還款 而苦苦掙扎的加拿大人數目正增加 有79%受訪者憂心再以按揭時 要面對更高還款額 Angusbury Institute今天發布的數據顯示 15%按揭貸款持有人說 他們發現按揭貸款的財務方面 非常困難 高於3月份的8%和6月份的11% 調查顯示 儘管預期加拿大央行 在週三宣布議息的決定時候 會將基準利率維持在5% 但目前的水平 令79%的受訪者擔心 或者非常擔心 在重新設定按揭貸款的時候 他們將面對更高的按揭還款額 同固定利率按揭貸款的受訪者相比 持有浮動利率按揭貸款的受訪者 認為目前每月還款是很容易處理 加拿大央行上個月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但為進一步升息打開了大門 理由是擔心潛在價格壓力持續存在 9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 幫助緩解了一些對通脹率的擔憂 通脹率回降至3.8% 各位加拿大朋友 你好,我是Ronald鄭忠基 鄭忠基Fragments of Wonder世界巡迴演唱會 2023將會在10月來到加拿大 我相信在任何地方 大家都會找到快樂的小碎片 我希望到時那晚可以見到你們 和你們一起開開心心玩玩 10月加拿大見 一名男長者 因為加拿大央行連續加息 導致房屋按揭貸款還款價 增加超過一倍 他無法不出售自己的住所 但因為社區內租屋市場缺乏田租屋 令他陷入無居所困境 他現在計劃在76歲的高齡 重返工作崗位 加住卡加里的卡夫林 將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 歸咎於加拿大央行 在過往一年多連續加息 卡夫林依賴政府的退休福利生活 每個月有2,200元的收入 他說他過往花費在房貸還款方面的開支 每個月是1,000元 但是去年房貸還款額已經攀升至每個月2,600元 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 他無法不考慮出售自己的住宅 就在卡夫林決定賣屋後 他的住宅在短短一個月內就賣出 但他現在面臨一個更加艱鉅的任務 就是基於他現在現有的收入去找一個可以負擔的出租單位 在距離交給日只有短短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的新住所仍然沒有著落 卡夫林現在考慮尋找一名室友同住 他甚至考慮計劃在76歲的高齡 重返工作崗位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新擁有自己的住所 加拿大歧魯槍權組織 Kent H行政總裁 憂恥就說 相述的情況不只是在亞省發生 其他如溫哥華、多倫多、本地河和哈里法克斯 都面臨相同的問題 這種情況現在還在加國各地的鄉村地區發生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有人說制止戰爭最好的方法就是戰爭 這就是以戰止戰的理論 而一個高火車乘客最近用大聲渴碼的方法 制止另一個在車上靜音區說話的乘客 那究竟是先發出聲音的那個乘客不對 還是這位大聲罵人的乘客不對 真是說不清楚 這件發生在高火車靜音車卡的事件 被人拍下了放上社交媒體 視頻裏面一個男子用粗言畏語 大罵一個在靜音區進行電腦視像會議的乘客 罵人的男人用粗言大罵XY射你 你為何不去樓梯底下開會 我在這裏是代表所有乘客挺身而出罵你 高火車的安靜區是設於週一到週五 週六點到十點和下午三點高峰時段到晚上七點 安靜區是設於火車上層 根據GoTransit網站指 這個區域是允許進行簡短而安靜的對話 但包括手機、平板電腦在內的電子產品都應靜音 耳機的音量也應該盡量調到最低 以免火車上其他乘客聽到 雖然有些人認為 罵人的乘客是過於認真地對待安靜區內的規則 但其他人就強調乘客是應該尊重規則的 一個人在留言中寫說 我同意他的觀點 但沒有必要說粗口 這是一個安靜區域 大家都應該尊重 另一則評論說 這裡雖然是安靜區 但不應該這樣跟別人說話 這個世界究竟搞甚麼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7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7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霧原汽油價格無升跌 維持在每公升156點先 香港海關正破歷來最大宗走私大澤蟹案件 昨天在洛馬州管制站 進行反走私行動時 接獲4.8萬隻走私大澤蟹 重約10.8噸 估計市值約720萬元 檢獲大澤蟹的產地仍在調查 稍後會將大澤蟹送去檢驗 看看有沒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檢獲大澤蟹平均重6至8兩 估計市值約720萬元 內貨價仍有待調查 大澤蟹市價每隻藥100至200元 由於大澤蟹沒有衛生證明 將案既定程序銷毀 海關提醒市民 走私屬於嚴重的罪行 任何人輸入或輸出未列在倉單貨物 已經定罪最高可備罰款200萬元和判監7年 今次案件中所檢獲的大澤蟹 無論在重量和數量中 都是有紀錄以來最大宗的走私大澤蟹案件 海軍人員近月在私家車渠道 共檢獲14宗的懷疑走私大澤蟹案件 根據風險評估之後 我們相信走私分子有可能會轉移 利用貨車渠道去作為走私的方法 所以昨天就針對貨車進行一連串的反走私行動 並截查一架報稱再有307件電子產品的入境貨車 經檢查之後 在貨斗中檢獲了該批懷疑走私大澤蟹 調查亦同時發現 該批大澤蟹並未附有出口當地衛生證明的書 不符合有關介貝類水產動物售賣規定 該名57歲的男司機仍被扣留調查當中 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後日發表 特首李家超於Facebook表示 當日將同團隊一同穿戴 由香港資專設計學院私生設計製作的綠色靈胎和靈根 希望更突出政府團隊的隊形和團結精神 鼓勵社會各界為學生和年輕人製造更多的機會 發揮創意、進展所長 李家超指 設計團隊的靈感遠至中國古代傳統歷朝文樣 不同的花紋代表中華民族不同時期的文明風貌 他認為設計團隊在傳統文樣中加入現代元素 令設計鑄入生活力、感覺清新 也有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意義 李家超指 封面將嚴用、去年使用的綠色 象徵政府施政帶來希望、生命力和和繫穩定 他稱對香港很有信心 認為只要團結一致、包容共濟 就可以共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今天中午3點多 張子儀和汪峰各自在微博貼出聲明認離婚 他們在聲明中表示 決定解除婚姻關係 未來以親人的身份共同撫養 陪伴孩子們長大 並稱他們之間沒有是非對錯之爭 分離不代表辜負或背叛 不會因為分離而減少對孩子們的分毫愛意 之後將不再對這件事做出任何回應 今天網傳張子儀和汪峰離婚 有內地傳媒致電汪峰的工作人員 對方知道記者的意思之後就收了線 另一位汪峰的工作人員就直接禁了電話 有網民發現 過往張子儀生日 汪峰每年都會在微博留言送祝福 並趁機放閃 不過今年就沒有公開繁文放閃 從而惹起網民的猜測 以及南大 IS 南大已經離婚石 涼厭的工作人員 に acordo當時就改造了